如果俄罗斯用核武器攻击以色列,只能靠以色列自己,美国不会出头,如果美国出头,那大家同归于尽,美国虽然有相对完美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,但是对于拥有7000枚核弹头打俄罗斯来说毫无价值,俄罗斯可以通过历史爆炸核武器逐次摧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,美国的常规力量会瞬间毁灭。 目前美国所做的都不改变俄罗斯摊牌,这是美国政策底线,以色列十分清楚俄国的实力,如何打赢俄国,而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呢? 第一以色列必然先秘密,准备足够多的核弹头和导弹,第二准备就绪后,先发制人突然袭击,尽量以自行消灭更多的俄国和反击力量,启动所有反导系统。 第三同时利用一切手段,拉美国下水,争取欧盟支持,然后就看自己造化了,因为没有回头路可走。 俄国如果想攻击以色列,也会先做准备工作,第一层面评估自己的核武器实战能力,准备足够多的反导系统。 第二由于以色列太小,俄国大部分核武器,必然瞄准的是美国和欧盟,在打击以色列之前,肯定先把核武器准备好打击欧美,可以随时发射的程度,然后启动对以色列的打击。 但是以色列的反导系统很先进,所以俄国肯定会从黑海和高加索地区,进行宝核式攻击,消耗以色列的反导能力,提高核武器突防能力。 以色列就算反导系统在先进,也不可能全部拦截,只要有几枚核武器突防成功,而欧美此时根本无法反应过来,很可能还在讨论如何处理。 等他们讨论好了,以色列业灭亡了,在继承事实面前,欧美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